大家好,我是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少伟老师 这次课我想给大家介绍我们本学期将要开设这个实验 七项测谱及气质联用法测定冰片的成分以及含量 说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安排 在实验之前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预习一下实验讲义 然后有一些同学对于语气分析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所以希望大家去自学一下色谱以及气质联用方面的知识 然后这方面我们也有微课视频来提供给大家 然后在实验课的时候主要就是测试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分工合作地完成这个实验 然后因为最后是所有人的数据汇总在一起来专写这样一个实验报告 所以我们要求大家每一组一份就可以了 当然每个同学对于这个实验他会有不同的体会或者是感想 这个可以在最后的实验报告里分开的单独的列一下 然后这个任务是我们必须要求大家完成的 然后有余力的同学 然后可以制作一个PPP的presentation 然后这样一个视频来提供给我们 然后最后就是想跟大家提前透露一下我们在学期最后会有一次课 或者是一次讨论活动 就是大家可以吃吃喝喝然后聊一聊在实验中的感受 然后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用我们这边的实验资源来做一些自选的实验 然后当然有一些同学是代配的同学 他们可能就是全的条件可能不足 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个感兴趣的课题 做一些中数方面的工作 最后大家可以把大家的工作啊 或者是对全的想法会整在一起 所以大家平时可以积累一点想法 是这么回事 我有个朋友是开香料铺子的 钱捐了个通判 临走时交给我点设香冰片 我和母亲商量只有孝顺婶子一人才合适 才算不糟蹋了这东西 贾荣想贿赂王西凤于是送给他一些冰片 这说明了冰片它在古代就得认为是一种好东西 它不可以不仅可以作为香料 也可以用作药物 它的药理作用有很多 我说一个我知道的 它就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帕金酸病 帕金酸病它是由于缺少神经基础多巴胺引起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 不用多巴胺的方式来治疗帕金酸病呢 其实这样效果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多巴胺它是一种直心的分子 大家回头可以去查看一下它的分子室 它很难通过学老屏障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运动啊 通过一些什么方式 促进那个多巴胺在大老六位的合成 但是呢冰片它是一种 它能够通过学老屏障 而且呢它对于人的那个学老屏障 具有方向调节作用 也就是说 当当难度大的时候 这个通道可能会打开 然后当当难度变小的时候 它们这个通道又会被关上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呢能不能使用冰片 来促进这个多巴胺的吸收呢 就有人 现在就有人在研究这个课题 当然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 对冰片的定性 还有定量 都需要 就需要对冰片进行定性 或者是定量 所以说 就算是 在课程过程中的一个 最基本的操作了 那么我们会发现 天然的冰片 它的成果 右旋龙马 右旋龙马 它是提取的 一种特殊的章术龙 但是呢 它会有一个手性浴构体 这个浴构体就是 左旋龙马 也就是 爱片 它也是从天然物质中提取而成的 然后 这两种都算是天然冰片 都可以算是天然冰片 好 但是现在呢 因为天然冰片的价格会较昂贵 所以呢 有一些厂家想透露的办法就是 我们能不能使用 人工合成的冰片来代替天然冰片 但是我们对合成冰片呢 进行分析以后就会发现 它里面 它里面既含有左旋龙马 也含有 既含有右旋龙马 也含有左旋龙马 同时呢 它还含有异龙马 好 这个异龙马 其实是 对人体是有害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 就是药物的时候 要小心 就是 要尽量地使用天然冰片 要避免使用合成冰片 甚至也不能使用左旋龙马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元体的环境是手性的 我们的绝大多数的胺基酸 都是手性的 所以说 在用药物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很多时候 只有某一种手性呢 是有效的 另一种手性 它可能是无效 或者是甚至是有害的 所以 这时刻呢 我们就需要 来鉴别这个左旋龙马 右旋龙马 左旋龙马 以及一龙马 然后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们 在分析实际上品的时候 它里面都有 很多的混合物 比如说 我这个样品里面 可能有左旋龙马 右旋龙马 或者是叶龙马 我们测取 比如说 小鼠的血液 或者是老鸡液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 其他的一些杂质 然后会有一些机制的干要 那我们怎么 从这个很复杂的机制中 找出来我们需要的成分呢 这个就需要 首先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离 这个分离 我们不能用 普通的分离方法 比如说 用过滤啊 蜘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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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方法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 浓脑和易浓脑 左旋浓脑和右旋浓脑 分开了 我们只用使用这种色谱 然后用来分析方法 它比其他的分析方法 效果比较好的 第一个就是说 它使用了一种反复多次的分配方式 所以说它能够达到很高的分离效率 在这方面我不会都说 就是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查阅一下相关的书籍或者是资料 我们色谱 我们最后需要得到的哪些信息呢 都是一张标准的色谱图 我们需要得到的主要是第一个就是 从它进样到出风的时间 这个我们叫做它的保留时间 这个是对它进行的一个依据 其然第二呢 我们需要得到它这个风的风面积 也就是意味着它的浓度的大小 主要就是这两个信息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次要准 要测的样品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天然丁片 爱片还有合成丁片 以及易浓脑的样品 包括一个位置样 还有一个摩屏台 DNA来提取样品 然后看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 这些代策样都不需要大家准备 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实际任务呢 主要是对这个浓脑进行冰性和冰量 所以说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对各种这个浓脑的阻分进行三明 这个任务一和任务二 就是对各种浓脑的阻分进行三明 然后第二呢 就对它进行定性 这个任务三和任务四呢 就是对各种浓脑进行定性 然后任务呢 就是对它进行定量 因为我们的时间的时间不是很长 所以呢 我们需要大家提前的完全预习 然后这样我们上做浓脑的时候 就会快很多 然后 如果大家就是说 确实基础比较差 然后不能完成这全部的任务的话 也可以就是说 任务四或者是任务 你可以任选或者是简化一下 这个实验步骤就是这样 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组类讨论一下 比如说哪个同学负责做哪件事 然后这个同学呢 就要想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对大家主要进行 主要希望就是说 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仪性 就是气象色腑以及 气象色腑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要做一台气象色腑仪 我的仪器应该要拿这个部分构成 这是我们的一台 标准的气象色腑仪 就是它的静量扣 就是央品打码进去 要有静量扣 然后呢 我们要有色谱柱 我们央品需要在色谱柱里面进行分明 然后呢 最后我们要有检测器 然后样品 到底有哪些成分 我们需要在终点 对它进行检测 比如说它通过 那这根图子用了多长时间 它的方便就是多少 需要对它进行检测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有载器 因为它的流动向 是载器 然后还需要有这个数据处理系统 主要是有这五个部分 载器我们通常会用的是高纯氮 或者高纯氢或者高纯氦 今天我们气氧测谱用的是高纯氮作为载器 然后气质棉测用的是高纯氦作为载器 这个载器我们要求它的程度很高 要达到五个九 也就是99.999%的样子 所以为什么要很高 就是说这样就是为了减少这个杂质的干扰 然后让我们领气的灵敏度会更高一些 然后呢 这样口 这个地方 我们 有必要跟大家提了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样品 它在进样的时候 这个针扎进去 然后样品在进样口 油液态变成气态 油液态变成气态之后 它会通过一个分流法 然后所有的气体分为两路 一路是直接进入色谷柱 一路是通过分流法 然后被放空 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 是为了吹掉大部分的容积减少 对色谷柱的干扰 但是同时也相当于把你样品重新吸取了一点 一般来讲 我们分流比如果是10比1的时候 就是分流的流量 比上进入色谷柱的流量 是10比1 看的是这样子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根很细很长的柱子 大家已经实验水之后就知道了 它的长度大概有30米长 然后呢 它很细它的内径大概是0.32毫米的样子 那它的固定像在哪里呢 固定像其实是一层燕模 建合在这个毛细管的类比上面 然后这个燕模的厚度是0.25毫米的 为什么我们要把测谷柱做成这样 起这样长啊 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分离效率啊 让你的肚子在里面啊 能够酸菜平衡的制度更多 酸性的更好 大概是这样子 嗯 检测器这部分呢 这个检测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我们有一路氢气和一路空气 碰到检测器的机座下方混合电源 然后呢 嗯 氢气主要是和空气里的氧气在一起 啊 它会产生氢氧液 它的温度会比较高 然后样品进入 啊 火焰里面去插住了 发生化学电磷形成碳电磷子 然后我再来 啊 火焰的上下两端加电压 然后让电磷刷的女子 在呃 在那个呃 形成地上移动 形成电流 这个电流的信号就是我们检测到的信号 啊 这个就是氢纹检测器的工作原理 大家想一想哈 当我们没有样品通过 只有载器通过的时候 啊 载器它是不会发生化学电磷的 然后因为这个FID检测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啊 它当你样品里面有探清解剖的时候 啊 然后它就发现化学电磷 但是啊 载器比如说高层淡器啊 它是没有碳清解构的啊 它不发生化学电磷 这时候就没有磷子产生 没有磷子产生 这时候它的电磷 信号就很微弱 啊 当你有样品通过的时候呢 然后突然就有大量的碳的磷子产生 这时候它的电磷的信号就会突然的变大 这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风啊 然后每一个风就代表有一种物质经过检测器 那如果阳磷里面有三个四个或者五个风 那就说明这个阳磷可能 一样其中有三种或者四种或者五种物质哈 那么轻环剪刀器的它一个特点就是说 首先它是一个破坏性检测器 第二呢它啊这种通过性检测器 这个刚才讲过了 只要阳磷中有碳氢或者碳氢氧结构的物质 它多呢它伤害给你形成碳磷子哈 然后它的明硬度也很高 它比啊比如说热脑吃检测器 要高两三个缩量级的样子哈 所以说我们冰量一般会使用轻环磷子化检测器 第三种呢它是一种质量性的检测器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说我在这样的时候 进的样品的量越多 它这件事物的形成碳电流速减越多 然后它的信号就是越大 大概就是这样子哈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一张搜捕图哈 这个搜捕图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发现 它的横勾标注了它的保留时间哈 然后重度呢 是它的方便里的那个 哦不对不是方便机 它的电流信号它是以Pi为单位 P10的P127帮HM 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刚才讲了那一个方通过的时候 它的电流信号会突然变大 每一种物质通过的时候 它的风面积会突然变大 形成一个风 那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个风哈 大概是这个风 哪个风代表有一种物质 然后说明这个样品它的成分比较贵 嗯那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说啊 我这个风是哪一种物质产生的呢 我们怎么能从这个搜捕图上面看到这个星星呢 其实是看不到的哈 所以我们在对搜捕境界变现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叫做理角保留值的方法 比如说这是我的一个实际样品 我进样了之后 我发现它做了三个风 然后呢 我再做一个纯样 我在我的所有参数都一样的情况下 然后我默认就同一种文字 它的保留时间应该是固定的 因为这个保留时间 只跟它本身的性质有关 然后我这个纯样 比如说我有一个甲醇样品 它在这个位置出风了 那就说明 我这个风可能是甲醇的风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当我的体系非常复杂的时候 我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就是说 我本的样品是在这个位置出风 然后我给它里面加一点甲醇 加进去之后呢 我发现有一个风变大了 这个风变大了 那就说明这个本身甲醇的方法 就是方高加肉反 另外呢 我们可以有其他的仪器免用 比如说有质谱免用 那么质谱 它就能够直接把你的样品打碎 我们通过它的结构信息 能知道这种物质到底是哪种物质 我们回头 接下来会说 然后定量方法呢 我们有几种 有三种 第一种是规划法 第二种标准曲线法 第三种类标法 规划法很简单 就是把我所有的风 都当做百分之一百 然后算一下每个风 大概当百分之多少 但这里面又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这个风它比较大 它可能是因为它本身的浓度大呢 还是因为它在清闻里面 响应较高 它比较大呢 所以我们要调整这种 互差呢 就会给它每个方都全都调整一几 然后当成百分之一百 然后占每个方占多少 这就是规划法 那么 标准曲线法有两种 一种是外表法 一种是内表法 外表法就是说 我配不同浓度的标准容颜 然后做一条标准曲线出来 那么我的位置样 然后我进样之后 根据它的方便积 在这个曲线上查出来 它变得浓度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说 如果我要做标准曲线法的话 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有一个标准样品 所以这样才行 我要有一个肯定 然后我把它吸收成 不能拿一个标准样品 然后我才能拿来进行对照 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样品 那么 这种方法的特点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或者等会有进样的时候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是说 我们进样的时候 每个同学他读书啊 或者说他进样的手法呀 都会有一些互查 这样会导致 有的同学 他进的样品的量会比较多 有的同学进的样品的量会比较少 那么进样多的同学 那他的标准率就会偏大 点会偏高一点 这样子的话 它的标准曲线 可能现行就是不是那么完美了 所以说 他对你的进样要求会比较高 那么我们 怎么样降低这个 对进样操作的 大家跟我查 可能会是 方法 再做内标标准曲线法 内标标准曲线法 就是 在样品中加入同样样的另一种 内标物 那样品对标准 这个笔值作为很代表 那样品对标准 方便是笔值 所以算作表 这个浓度是我们自己调的好 所以说这个 数据也是固定的 那封面器的笔值作为工作家 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这个同学 他就样镜多了 样镜多了 那 如果是外标法 肯定就完了 如果是内标法的话 我会发现 我样品镜多了 同时 我内标也镜多了 但是它哪个封面器的笔值 那是在原来的位置 这样的话 它的线性就会相对好一点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内标法的尖镜的话 我们必须要求在我们样品中 首先你要有这个标样 除了标样之外 我们还需要有另外一种性质 比较稳定 不跟你体系里的任何物质 发生反应的 嗯 这样 准分 来作为它的类标 然后这是两个必要的条件 那内标的 呃 内标通常是 嗯 我们要求它 比较性质比较接近 但是呢 同时 啊 朋友们分开 都比较合适 然后我们讲一下气质棉用啊 气质棉用它的做法呢 就是说 啊 首先它进场测课的部分呢 啊 是和我们前面讲的进场测课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最后我们样品 课分的时候 它不是经过 嗯 气象色谱 啊 不是经过FID检测器 而是通过接口 然后 嗯 进入这个 质谱啊 在质谱里面呢 把你的样品分子打碎 然后进入减量分一起 一次的排列 进入一张 得到一张质谱图啊 那么这个质谱图 我们复到电脑里面去 然后我们通过它 看标准图色 接着 才得到它的结构的信息 啊 所以说 啊 气质能用于它存在 啊 它可以 就是 有很好的定性的效果 那么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迷子源是什么样的 哈 迷子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我们 啊 在Chick年用使用的 这个电子空间域的结构 那我们的样品呢 其实是 从垂直于这个屏幕的 方向进入的 啊 进入到它的迷子源里面去 然后进入迷子源之后呢 这个灯丝 它会发射电子去封击你的样品哈 使它带上电荷 然后变成分子离子 当然了 就是说这个灯丝发酵电药子的能量会比较高 然后呢 啊 你样品中 那个 嗯 使它带上电荷之后通常还不够哈 所以说还有多余的能量 这个时候这些多余的能量就可以让你样品 分择内部的化学 化学键 断裂 断裂成 一些碎片的能量 好 断裂成碎片的 瓶子之后 那这后面就会有一个推测键哈 它会 啊 使用 呃 电荷 把你的样品推出这个瓶子石 好 推出瓶子石之后我们会经过 呃 两片附近 啊 有点 nance 然后让你的 啊 嗯 瓶子碎片 取消成一个瓶子素 好 取消成一个瓶子素 最后请用指量分析去检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不可能有那个 电子能量 然后 一般来讲电子能量越大 然后打的就越岁 啊 就是说 就是15 电子扶特 就是70 电子扶特 很简单 你看到在 这边的扶特 它的应该 嗯 就是 比较大的碎片 就少了 比较小的碎片 就多了 那我们 嗯 电子昏心瓶子源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它的70电子扶特 下面 它会有一个标准普库 这个标准普库 现在到了有几十万个 直普库 所以就是说 大家 如果没有 嗯 直普解析的 嗯 基础也没有关系 哈 因为你可以通过 普库的 比对 就知道 哎 你样品里面 可能有哪些东西 但是它要求你 样品或气化 所以说 这也是它的一个 嗯 缺点 很说 它只能跟气象色谱 年用 啊 一般气质年用 使用的是 然后呢 对 然后呢 对于某一些 呃 比如说 呃 含枪机啊 含枢机的物质呢 因为它那个 活泼清透也容易失去 所以它尽量是没有分准的一通 好 然后呢 呃 我们经常是看不到它的分准的一致啊 好 这是一个 拿去稳定图 就是说 你从 沿着这条线进行调查的时候呢 那只有 这个 比这一块的 迷你追击啊 它能够通过 呃 刺激感 被检测器检测了 好 那么 嗯 这下面呢 都是不稳定的 然后他们在 全有刺激感的 运动的时候呢 他们会 啊 打到杆上面去 或者一层杆 变息飞走 好 然后 嗯 嗯 然后呢 我们 嗯 会发现 诶 嗯 它每一个时刻 只有某一个特定纸合笔碎片的 特定纸合笔碎片能够通过这个杆背检测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一次的对不同纸合笔的碎片 直接进去扫了 好 这样我们能够得到一张支付图 所以说 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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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 整个的质谱部分 就要 在一个真空的系统里面 好 这个真空大概也能理解 就是说 它 因为要求 我们的女子 所以现在在飞行的时候 啊 它有足够长的气候船 然后呢 让它不被干扰的那个 通过自己的 好 所以要求 嗯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实验呢 它是 嗯 使用了氢气 所以大家要注意 它 风气的安全 就是说 氢气钢瓶一般来讲 是不能放在室内的 然后呢 呃 氢气和氧气的钢瓶不能放在一起 然后呢 呃 我们使用 氢气的时候要定期的对所有的管理 进行减漏啊 然后 确保它不能有泄漏 然后我们这个 呃 武器的啊 降測服 是只好大家手中降降渣的 降温机的降温口 还有中央厂的比较高的温度 然后 啊 大家要防止炕伤 然后 可能在 行氢气氧变进行的时候 要以防得刺上自己或者是太远 然后药品呢 需要一定要非搭型的啊 就是大家的 行动的平平平的操作啊 啊 然后 啊 或者身体来有机能 也可以最好是戴水槽的 ство 然后也要可以在那操作 然后 然后测车人移之后 要把所有的物品收拾好 一起调整关机的方法 这样结完 就是说在最后做完所有选择之后 请大家思考这些问题 当然做做如果你觉得我不会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再一起调整 整个实验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